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發表了驚人言論 使得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要在今天凌晨 漏夜發布一篇文章來反擊他 到底蓬佩奧說了甚麼話呢? 他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提到 說有大量證據顯示 目前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源頭是來自中國的武漢實驗室 他指出 同意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的聲明 這個聲明說 情報界同意廣泛的科學共識 說病毒不是人為製造 亦不是經過基因改造而成 但蓬佩奧卻沒有評論 究竟是否由實驗室蓄意釋放出來 他批評中國初期淡化疫情 是共產黨散播假消息的典型做法 造成了很大的風險 他說特朗普總統的立場很清楚 美國將會對那些應該負責的人追究責任 好了 這個蓬佩奧的說法其實是比特朗普更進一步 特朗普也只是說看過有關的證據 蓬佩奧就說掌握到有大量的證據 當然在訪談節目當中 蓬佩奧就未曾將那些證據曬出來 中國的官媒環球時報聽到蓬佩奧這番言論 彷彿好像整個彈起了一樣 漏夜都要發布一篇文章去招呼他 標題就是蓬佩奧殺荒更加奮不顧身 內文提到蓬佩奧接受採訪時宣稱 有大量證據顯示病毒來自於武漢的一個實驗室 他還進一步妄言說中國有傳染世界的歷史 也有運作不達標實驗室的歷史 這位美國國務卿在進行驚人的表演 蓬佩奧就說他對這個指控有很多證據 我們就正重地請他把這些證據拿出來展示給全世界看看 尤其是展示給他重點希望娛樂的美國人民 他當然拿不出這樣的證據 他最清楚自己在說謊 美國政府以罕見的力度發動一場宣傳攻勢 試圖將全球抗疫的清晰畫面搞亂 抗疫的最大任務就是控制著疫情 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恢復經濟 美國政府在這兩方面都是世界上做得最差之一 於是他們就將起源的問題突顯出來 試圖在美國大選逐漸臨近的時候 重置輿論的注意力 為自己的不利地位翻盤 以上就是這篇文章的頭三段了 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們針對的對象只限於蓬佩奧 沒有燒到特朗普那一疊 其實中國的官媒無論他們怎樣去批評美國政府也好 他們最盡就是去到蓬佩奧這個層次了 甚少看到他們是直斥特朗普的 而特朗普也是很會做的 他就算怎樣批評中國也好 他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體制 從來都沒有批評過習近平半句 甚至宣稱習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以及是中國的強而有力領導人 在這個基礎上 蓬佩奧就成為了這個針對對像 整篇文章看起來好像言之成理一樣 又掃諸選舉又說你背後有些企圖 就將這個抗疫失敗的責任射給中國 但是別人在說的是那個源頭的問題 中國經常都實牙實恥地走出來 否認源頭來自中國 但是至今仍然拒絕那些國際專家進入中國進行調查 甚至乎中國進行內部調查的時候 都被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踢爆 說中國是拒絕世衛組織的人員去參加一份 是不是有些什麼需要特別去隱瞞呢 其實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能成立呢 就是因為香港警察干犯過太多的惡行 這些惡行不能公諸於世 所以就不去查了 中國為什麼不讓人去查 就自己知道了 還有去訴諸選舉 其實只不過是試圖在合理化自己的歪論 當你中國指控美國的政客 包括特朗普、蓬佩奧、共和黨的參議員、眾議員 為了保住年底那場的選戰 就把球拋給中國 於是乎又說出這一番的話 好了 但是說出這番的話的不僅是這班美國政客 有其他外國的專家科學家都曾經發表過相關言論 包括其中一位 就是法國的諾貝爾獎得獎者 他也同樣是指控你的實驗室 這個怎麼解釋呢 難道他需要選舉嗎 難道他又收了美國錢嗎 還是怎樣 對於這班非美國人的外國專家和學者 你就不能夠訴諸選舉了 實情美國那班政客 他利用這個疫情來為選舉造勢 是一件事 至於這個源頭來自哪裡 又是另一件事 你不能夠混為一談 純粹靠指控美國的政客 借助疫情作為選舉議題來炒作 亦是解釋不到那個源頭來自哪裡 另一件事就很重要 就是中國在初期時有沒有涉及到隱瞞疫情 有沒有涉及到誤導世衛組織和世界各國 有沒有淡化到疫情使得其他人疏於防範 這也是很重要的 美國廣播公司披露了一份由美國國土安全部撰寫的評估報告 這份報告在分析情報和貿易數據之後 指控中國早在疫情在境內傳播 美國上未形成全球大流行的一月時 已經刻意隱瞞疾病的嚴重性 同時開始在世界各地手掛醫療物資 導致世界各國對疫情規模的判斷失準 沒有辦法全力對抗疫情 這份評估報告還指出 世衛組織在1月30日宣布這個疫情 是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以前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限制醫療用品的出口 並且還試圖否認相關的作為 拖延公布貿易數據 以掩飾它的企圖 根據數據顯示 全球在2月間從中國進口的物資顯著減少 以海上貨運通常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推算 可知中國在1月時已經著手限制出口 例如手術服的出口減少了71% 醫療口罩減少了48% 醫療呼吸器減少了4.5% 而插管工具減少了5.6% 從這份評估報告所引述的數據 就可以分析得出 為何中國當初是要隱瞞疫情 和淡化疫情的嚴重性 其實就是要確保得到醫療資源是到位 當初中國經常說 這個疫情是可防可控 以及未有證據顯示是人傳人 一直拖到很後期他們才是承認的 原來他們就是要買時間 他們就是要從世界各國手掛這些物資 若然中國真的將實情如實地向世界通報的話 可能全世界的政府就會落閘 就像台灣那樣不讓口罩出口 當然台灣就先知先覺 這個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於台灣政府對中國的不信任 但是很多外國政府都是蒙在鼓裏那一刻 甚至就聽信了這個世衛組織的建議 所以中國就算不要說源頭來自哪裡 而是當這件事在你的國家境內爆發的時候 你的門報漏報和刻意淡化疫情的嚴重性 都難辭其咎 難為那些小分紅當初還將疫情和美國流感作一個比較 就說美國流感比較嚴重 那現在知道誰比較嚴重 還有一件事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中國曾經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而世衛組織是積極地配合中國 就是不要對中國實施旅遊限制 不要對中國實施入境限制 當中國內部爆發疫情的時候 作為一個有責任的國家 就算外國不向你封關 你也很應該實施出境限制 不要惹到其他國家才對 反而這個世衛組織還說建議不要對中國封關 林鄭也曾經引述過這個世衛組織的建議 當初她選擇不去大封其他六路口岸的時候 她就正正引述了譚德塞這個建議 現在就證明了這個建議是錯的 現在全世界都已經實施入境限制 每一個國家都落閘 那怎會不實施呢 為何當初會提出這麼無稽的建議 難道不需要負責任 美國眾議員Mike Johnson 說 美國有必要採取決斷性的行動 他建議美方應該停止發放簽證給中國官員 取消他們攜帶家卷去美國享受教育等各種資源的資格 直至中方撤回對美國的胡亂指控 這件事就是暴實 不可以說 這些又不是要加你關稅 或者純粹不批簽證給你的家卷 純粹不讓你的子女去美國留學 那就不要去 進入清華北大 就是最好的 一斤不要口裡喊愛國 行動上就變成愛美國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